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晚的時份 又出現了另一宗疑似確診武漢肺炎的個案 該名的患者是香港男人 50歲獨居在馬鞍山的天與海 在今個月的10號至19號曾經去到武漢探親 在19號的時候出現了懷疑的病徵 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急診室求診 而根據目前的消息所得 初步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是呈陽性的反應 正是等候福檢 如果福檢也是陽性的話 即是已經是第二個確診的病例 換句話來說 對特區政府的所謂防疫措施 又再狠狠地刮了一巴掌 大家又可以看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的陳肇始 剛才在見記者的時候的表現 竟然是忍不住狂咳的 而且狂咳的過程當中 只不過用著自己的手 或者拿著手上的A4紙來掩著嘴 這些完全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作為一個衛生部門的頭頭 竟然可以用這麼差的方法 來示範給市民看 簡直就是不知所謂 醜出國際 自己呼籲市民要做好個人及環境的衛生措施 又說呼籲市民 如果去武漢的話就應該戴上口罩 我想請問 你這個陳肇始 自己為何不去戴口罩呢 明知自己有咳咳 而且不僅是你的 還有你的上司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同樣在見記者的時候 都忍不住咳咳 到底你們這些所謂 問責官員在搞哪科呢 因為你們的下屬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爾 以及一些衛生處和 醫院管理局的代表 前陣子曾經去過武漢疫區了解當地的疫情 請問你們有沒有對於他們有所防範呢 就不要一味呼籲市民做足功夫 自己又不去做 你作為這個局長自己也不戴口罩 說鬼嗎 這樣就鬥三十多萬一個月 全部都是容官徽官 除此之外大家可以去微博看看 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現在只要去微博搜尋一個hashtag 就叫做 逃離武漢 馬上就有大批的文章貼文 可以找得到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原來有大批本尼居住在武漢的人 大批逃離武漢市 因為大家都聽到一個消息 武漢市準備嚴格監控 所有進出境的人 於是很多人就漏夜逃跑 比如說有些人拍了一些公路的相片 然後就說 連夜逃離了 加油大武漢 這些當然是說風涼說話 自己走了就叫武漢加油 然後有一個叫馬克圖伯 他怎麼說呢 他說建議得病的 簡直逃離武漢 不要聽專家忽悠等死 武漢現在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武漢對於生病的人就是多 有機會趕緊逃離到醫療資源相對豐富的地方去 為什麼呢 他說你們不在武漢就不知道有多恐怖 看病要等好幾天 打一次針 每次最少排隊四個小時以上 這些根本上 就告訴大家 武漢市到底 在醫療資源上 醫療條件上應不應付得來呢 對嗎 另外有些人 當然這些是武漢市外邊的人 Pangdaai 他怎麼說 他就說請問你怎麼好意思 將病毒帶給你的家人 當然下面一大堆人就在這裡護馬 因為市外的人當然就不想市內的人逃走 此外有些武漢的人就罵 疫情可防可控 愚情也一樣是可防可控 都是做好自我防護衛先 再見前五天就逃離武漢 回家過年 即是告訴大家 這班人 根本上每個人都趕著要離開武漢市 然後有些人就在這裡打卡 怎麼說呢 這個唐伊玲他爹就說 順利逃離武漢 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就拍了一大堆美食的相片出來 即使是告訴大家 他已經逃走了 非常之慶幸 另外有一個卑微小虎 就怎麼說呢 他說逃離武漢成功 坐了五個小時的車 整個人都要散了 很多人在這裡走 當然評論上更多是罵他 其實每一個逃離成功的人 他們在微博發出這個貼文以後 絕大部份的評論都是批評他們 是不應該把這個 武漢肺炎帶到周圍都是 那些病毒 當然這個是假設他們是患病 這就是 市內和市外的人 當中的矛盾 市外的人 假設武漢的人是有事的 但是市內的人就覺得 我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沒有病徵的 所以就要找人了 有一個親親小可 他怎麼說呢 街上幾乎人人口罩 公交地鐵沒什麼人 就一日時間 形勢好像立即 嚴峻起來 逃離武漢吧 說不定明天有管制 晚上高速豪賭 沒想到提前兩天走 還有這麼多人 然後他拍照是什麼 他就拍了一條公路上 上面是部門車輛塞車堵車的照片 即是在武漢裏面稍為有錢的階級 能夠擁有這個汽車的階級 都在走 往外逃 而且他們是普遍不相信那些所謂的專家 因為剛才有個微博都說 就說不要聽那些所謂的專家在不休 在等死 即是說他們雖然在一個相對封閉的資訊環境下 但是他們 已經開始不再相信大陸的所謂的官方媒體 於是就走人了 但是更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市外的人不斷批評 在市內逃出來的人 比如說這個鐵文怎麼說呢 他就說你有病還到處走 是不是怕這個病傳染不出去呢 你老爸老母養到你這麼大 是不是讓你出來禍害社會呢 有一個就叫做李文漢 他怎麼說呢 他說武漢的人不管你有沒有病毒都好 都不要到處走 好好待在家裡 專家都在武漢 肯定會有辦法的 武漢肯定會渡過難關 加油 這個是在江陽市發出的一條微博 告訴大家 這班人全部都是虛偽偽善的 所有不在武漢市裏面的人 就叫武漢市裏頭的人加油 包括從武漢逃離出來的人 一樣走了就叫武漢加油 武漢好東西 為什麼你不回去一起抗疫呢 還有一些人就是 在這個武漢市外邊的人在說 這些全部都是風涼說話 他怎麼說呢 就說 你這些武漢人跑到遠城 或者防控手段治療手段不高的地方 害人害己而已 就是說 你繼續留在武漢那裡輸 但是武漢那些人又不走 因為他們說那個醫療條件不夠好 等體病也要等幾天 等打針也要等四個小時 武漢裏面的人一定是比外邊的人知道更多的實際情況 比如說現在剛剛出了一個數字 原來死亡的個案就已經增加到17宗 到底實際的數字是不是只有那麼少呢 雖然政法委叫人 叫那些地方政府 要如實上報就不要門報漏報遲報 但是到底這個數字有沒有還是壓抑了下去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這樣的情況下 沒理由還坐困仇誠 其實武漢那些人要走 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我不同意 因為武漢市政府絕對是有這個責任來控制好疫情 不要外散開 只不過他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心來做呢 那就是另作別論 另外有些武漢市裏面的人 就被人發現到 為了省錢就用自己的女兒的醫保卡 來看病 然後被人發現到以後 就被警察抓了 然後 原來也是確產的個案 所以 這些根本上很多 牽涉到是不是門報漏報 而根本就是用家本身 都是用另一個人的身份來看病 還有一些個案是怎樣 原來不少人為了要逃避 所謂的隔離治療 是選擇逃跑 然後派出所找人去抓他回來 比如說在廣東番茹 就有一個發燒四十幾度的年輕人 就走掉了 於是乎有很多 衛生局和派出所的人去抓 目前就沒有抓到 另一宗就發生在上海的瑞金醫院 其中一名的病患 竟然逃跑了連跨四個區 要找人去抓他回來 他就被人批評了 你不要命 也不要累了其他人 所以 到底大陸的疫情 是否真的 如官方的數字所說 只有幾百人感染 然後只有十七個人死亡 大家真是心知肚明 甚至乎有多少人幻想了武漢肺炎 跟著死亡也沒有計算下去 是吧 有誰知道 有窮鄉僻樣的落後 誰計得到那麼多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